来看这辆蓝色的货车 晚上行驶在桃园的这个国道附近 结果呢 它的这个车尾灯改装过 不停的闪烁 那么一下子蓝光 一下子白光 还左右来回闪 这个车尾灯完全影响了 后方驾驶的视线 非常的危险 国道上这辆车的车尾灯 闪个不停 一下闪蓝光 一下闪白光 远看还以为是警方的车 也没有警笛声 但靠近一看 车尾灯闪一整排 从左闪到右边 再从右闪到左边 两端还有超亮红灯 也轮流闪了起来 亮度大 让跟在后头的驾驶 也觉得好刺眼 仔细一看 其实是一辆三吨半的改装货车 改装货车装的是爆闪灯 亮度比LED灯还要大 车尾灯太闪 特别在晚上 后头驾驶视线都会受到影响 其他车辆根本不敢靠近 国道一路开 一路闪得好嚣张 通知车主来领检 车身后面加装强光LED的设备 那明显的违反的规定 国道警察说 这辆货车任意变更原有规格 以及影响行车安全 最高可罚新台币1800元 装这样的爆闪灯 其实不是为了爽帅 而是要借由发出的强光 躲避测速照相取缔 刺眼的闪灯 要是发生追撞意外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追选简称发布斯 桃园采访报道